李克勤同學宣辯好友李克勤出任電台嘉賓主持。 近來好友宣宣一起做節目,克勤称當年又一起拍過電視劇,但講到兩人相熟都是因為成為了鄰居。 宣宣自爆當年克勤的寓所是他的dream house,我中一區各街屋。 當時一系自己人生目標,點植個地產經濟化克勤買座。 克勤表示,當時我都信啊,之前有遞過監屋,但太貴毛買,後累到沙市先買到。 而克勤和宣宣外,還有汪明泉、阿姐,都是兩人的鄰居,主持之一的都督正玉林位, 葛石吳縣席系清水灣,我記得阿姐好似做一個台慶騷, 因為彩排時中間空做一個時間,徐就去做第一個新樓盤,韩就買做個道。 克勤表示那段和阿姐和宣宣做鄰居的日子很開心,各時好玩。 三個人無事曰,得先就食飯,阿姐成日都會整夜食,包餃子,好好玩。 金智元新劇將與太后的他相聚。 韓國演員金智元有望出演TVN電視台新劇《阿斯達編民史》。 金智元所屬社方面30日表示,金智元已經收到TVN新劇《阿斯達編民史》的出演提案, 正在進行積極商討。 《阿斯達編民史》是由數大根深、尚德女王的編劇金英賢和朴尚燕共同創作的作品, 宋仲基正在對男主角出演提案進行商討。 金智元和宋仲基曾在2016年共同出演了KBS電視劇《太陽的后裔》, 兩人是否會在《阿斯達編民史》中再度合作,引發大眾關注。 另外,金智元目前還在對電視劇《See You Again》的出演提案進行商討中。 林智玲美国時間。 花系列女神拱手讓代言人張婷,林瑞陽當年分別靠花系列, 瓊瑤系走紅,夫妻倆携手轉戰商場有成, 甜美之性洞靈的張婷是自家保养品品牌的第一代言人。 2018年夫妻倆加大發展腳步,不僅進軍國際, 還找了台灣第一名模林智玲代言膠原蛋白飲產品, 拍了一系列美国時間廣告。 過去張婷擔任自家品牌畅銷商品代言人, 今年推出升级版,經營團隊重新發展廣告腳本, 決定強化聚焦在流逝的時間中,留住自己年輕的容顏。 林瑞陽就想到美國時間這句很震撼人心的廣告詞, 而且愛妻的她還表示,這句話就是為張婷量身打造, 所以希望張婷自己繼續代言。 但是張婷心中卻有屬意的人選, 她堅持要找林志玲來代言。 張婷表示,她看到廣告的腳本時心中就浮現林志玲的身影, 因为林志玲正處於最豐華正盛的美好人生, 而且她的美不是肤浅的, 是有經過历练, 一種成熟的美, 就如同胶原蛋白產品強調的Q但有韧性的美。 另一方面,林志玲在中國上了不少直播節目, 展現出的高AQ與高情商與智慧, 讓很多觀眾深有好感。 張婷強調說, 動靈的美不只是外觀, 還包括內在, 所以她很符合美國時間的產品概念。 林志玲在年初也特地飛到上海去拍攝系列的廣告, 同時她也將出席TST5月的年度大會即演唱會活動, 展現她迷人的風采天詐。 野生孫力鄧超散不遷景景, 為冰淇淋照網峰傳孫力與鄧超2010年結婚後, 育有一子一女, 儘管夫妻俩在戲劇圈頗有名氣, 但卻仍將家人擺在第一位, 宁可推掉一些工作也要花時間陪伴家人。 上個月初孫力還曾自保, 早已向經紀人安排好今年旅遊行程, 經紀人聽完還頓時變臉。 近幾年演出后宮甄嬛傳, 那年花開月整圓人氣再度爆紅的中國女星孫力, 與老公等超結婚八年, 婚後與有一子一女, 儘管夫妻俩在戲劇圈頗有名氣, 但卻仍將家人擺在第一位, 宁可推掉一些工作也要花時間陪伴家人。 29日微博流傳著一組照片, 照片中邓超、孫力一家人到底是泥油丸, 许多路人偶遇了這一家人, 還拍到孫力與邓超牽手散步, 甚至還被拍到孫力為邓超吃冰淇淋的畫面, 照片一出紛紛引來網友熱議, 不禁直呼好幸福的一家庭。 還有網友表示, 娘娘好喜歡迪士尼, 一放假就去, 牽手那個有點甜了啊, 看著這種簡簡單單的幸福真好, 這才是生活和事業兼得啊。 有趣的是, 當天一起隨行的保鏢也意外成為話題, 許多網友更稱讚保鏢高大, 帥氣林志玲美過時間。 花系列女神拱手讓代言人張婷, 林瑞陽當年分別靠花系列, 瓊瑤系走紅, 夫妻倆携手轉戰商場有成, 甜美之性動靈的張婷是自家保養品品牌的第一代言人, 2018年夫妻倆加大發展腳步, 不僅進軍國際, 還找了台灣第一名模林志玲代言膠原蛋白飲產品, 拍了一系列美國時間廣告。 過去張婷擔任自家品牌畅銷商品代言人, 今年推出升級版, 經營團隊重新發想廣告腳本, 決定強化聚焦在流逝的時間中, 留住自己年輕的容顏, 林瑞陽就想到美國時間這句很震撼人心的廣告詞, 而且愛妻的她還表示, 这句話就是為張婷量身打造, 所以希望張婷自己繼續代言。 但是張婷心中卻有屬意的人選, 她堅持要找林志玲來代言。 張婷表示, 她看到廣告的腳本時, 心中就浮現林志玲的身影, 因為林志玲正處於最豐華正盛的美好人生, 而且她的美不是膚淺的, 是有經過歷練, 一種成熟的美, 就如同焦原蛋白產品強調的Q, 但有韧性的美。 另一方面, 林志玲在中國上了不少直播節目, 展現出的高AQ與高情商與智慧, 讓很多觀眾深有好感。 張婷強調說, 動靈的美不只是外觀, 還包括內在, 所以她很符合美國時間的產品概念。 林志玲在年初也特地飛到上海去拍攝系列的廣告, 同時她也將出席TST5月的年度大會即演唱會活動, 展現她迷人的風采天炸。 野生孫力鄧超散不遷景景, 為冰淇淋照網風傳孫力與鄧超2010年結婚後, 育有一子一女, 儘管夫妻倆在戲劇圈頗有名氣, 但卻仍將家人擺在第一位, 宁可推掉一些工作也要花時間陪伴家人。 上個月初孫力還曾自保, 早已向經紀人安排好今年旅遊行程, 經紀人聽完還頓時變臉。 近幾年演出后宮甄嬛傳, 那年花開月整圓人氣再度爆紅的中國女星孫力, 與老公鄧超結婚八年, 婚後與有一子一女, 儘管夫妻倆在戲劇圈頗有名氣, 但卻仍將家人擺在第一位, 宁可推掉一些工作也要花時間陪伴家人。 29日微博流傳着一组照片, 照片中邓超、孫力一家人到底是泥游玩, 许多路人偶遇了這一家人, 還拍到孫力與邓超牵手散步, 甚至還被拍到孫力為邓超吃冰淇淋的畫面, 照片一出紛紛引來網友熱議, 不禁直呼好幸福的一家庭。 還有網友表示, 娘娘好喜歡迪士尼, 一放假就去, 牽手那個有點甜了啊, 看著這種簡簡單單的幸福真好, 這才是生活和事業兼得啊。 有趣的是, 當天一起隨行的保镖也意外成為話題, 許多網友更稱讚保镖高大、帥气。